第四篇是講到這個神的形象 第五篇我們要來看管制的權 神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象照人 特別要人來管理這個地 其中特別要管理這個扒物 這個就讓我們看見 神給人不只有祂的形象彰顯祂 所以今天有幾個點是很重要的 第一個是管制權 另外還有一個點是我們需要運用這個管制權 我們要看見管制權 另一面我們也需要運用這個權品 在第一個大點 他説神創造了一個團體人 不僅要彰顯祂也有祂的管制權 管理萬有以代表祂 神造了一個人 這個人有神的形象和樣式 然後神就把他的管制權 托給這個人 但這個人 他不是單個人 是他們 這裏是負數的 這個人 不是單格的人 這裏是團體的人 那神給這個管制權要做什麼呢 神是有目的的神 因為神要這個團體的人 能夠征服神的仇底 就是這個撒旦 那這裏呢 那這裏呢 讓我們看 這個撒旦呢 特別是由這個 扒物呢 所預表的 那這裏呢 讓我們看 這個撒旦呢 所預表的 所以呢 我們就看見 這裏呢 用一個詞 叫做制服 所以說 這裡講到 神給這個團體的人 有權品 是需要征戰的 也就是說 在人被造之前呢 這裡呢 就有一個難處在那裏 這個難處呢 哪裏是這個 這個 墮落的天使長 問題 這裏呢 撒旦 我們從聖經看見 在神造人之前呢 神啊 先造了這個天使 對 toch 合格的 他因爲美麗 而驍傲 他因爲 에 因爲 三 根ăn 他说五次我要 我要 這個五次就是他要負責任 他乃是 了 他要同等 他原是神所安排的天使長 并且他管理这个地 他有许多的跟随者 但是因着他撒旦的背叛 这些跟随撒旦的一同背叛 所以宇宙中就有一个大的难处 但我们的神并不亲自来对付仇敌 他是造物的主 他不愿直接来对付受造之物 所以他创造了人 给人有一个托付 要来对付他的仇敌 在神的创造中特别创造了一些托物 这些托物乃是撒旦和他跟从者的鬼 还有这个堕落天使的一个表征 所以这里有这个征战 需要这个团体的人起来征服仇敌 那神要用人对付他的仇敌 为了这个目的他造了人 所以在人 神对人是有一个目的 因此 因此 什么时候这个目的能够成就呢 他说 如果人 没有从撒旦的手下 把地说回来 他觉得 人们 没有 从撒旦的手下 把地说回来 那就还没有达到 神创造人的目的 所以 为了神的好处 我们需要对付撒旦 为了满足神的需要 我们需要对付撒旦 为了满足神的需要 我们需要对付撒旦 为了满足神的需要 我们需要对付撒旦 所以我们人 有一个目的 为了满足神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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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人 我们需要 恢复地 这里 就告诉我们 神造人的用意 是要 为他自己 恢复这地 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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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 第一个小点 就告诉我们 人 需要恢复地 人 需要恢复地 需要增幅地 这是 神 对我们人的 命定 这是 是 神 需要 让人 而且 这里 有一个 决定的地方 就是这个地 这里 有一个 是 这个地 你看整个圣经的历史 这个神在创世记 把这个第三日 把地 恢复出来 在 夜内心 就是 在 晚第三 法教会 来 发生 然后 之后 神 创造人 要来 恢复地 人 堕落 神 在 复照 亚伯拉罕 乃是 要应许 要给他 这个地 然后 以色列 别如 神又要把他们恢复 回到这个地 所以 神盼望 得着这个地 所以 神盼望 得着这个地 那 另外 主耶稣教我们的祷告 在 马太 六章 你说 我们在天上的 父 愿你的名 被尊为圣 我们 神的名 在天上 当然 当然 是 为圣 的 在 法续达 在法续达 在法续达 法续达 在法续达 有本 法续达 但是 今天地上 也需要 有这种情形 但是 今天地上 也需要 有这种情形 所以 我们 这里 我们就看见 不止在 某些地方 他的名 要在全地 被尊为圣 所以 很多人都知道 法续达 没有 法续达 在法续达 但是 要在法续达 全地 在法续达 在法续达 这件事 就会 是 法续达 但是 今天 我们 需要 遇场 我们 在的地方 在法续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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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在法续达 第四大点 就告诉我们 要运用 这个权柄 在法续达 我们 需要 用神的权柄 使神的国 得以 临到地上 使祂的旨意 能够行在地上 使祂的荣耀 得以 显在地上 使祂的荣耀 使祂的荣耀 得以 使祂的荣耀 得以 在法续达 今天 我们看见 地上 执政掌权的 我们看见 地上 有许多多 各式各样的人 但是 从他们中间 你看不见 神的国 但是 今天在照会 我们 就需要 成为 今日 神的国 人 到了照会中 今天 人 人 要说 这里 真是有神的掌权 所以 必须 让他 说 这里 有 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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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地上 在地上 我们 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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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到泰国 他们神 是有旨用的神 人 是 应该被神得署 人 是 应该被神 分刺 人 应该敬拜神 应该享受神 这件事情我们需要为这个祷告 让我们盼望将来有一天你看见到处都是什么 到处都是一般在那里赞美神的人 到处都是一同聚集敬拜真神的地方 你看我离路你到了这个漂亮的山上去 那里有什么勒 现在你看有什么勒 都是一些妙语 我们盼望以后再过几年 到处都是我们的相调中心 我记得我们在开展的时候 台湾一个叫东港 他看到每一个建筑他都以为那个是会所 他说我们这个会所还蛮漂亮的 三个人感觉到他愿意 他愿意认识他愿意认识他愿意认识 大家心中他就是讲到处都是聚会所好高兴 到处都是弟兄姊妹 有一天我们会看见到处都是什么 真的都是聚会的地方 所有的地方 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神圣的分赐 将来千年果的时候这件事情必定要发生 但我们盼望今天我们就要看见这件事情 但今天我们就要看见这件事情 神的旨意要行在泰国 如同行在天上 当你们出去开展的时候 你们就要把神的旨意带到那里 Hallelujah 并且神的荣耀要彰显出来 到处都要神的彰显 今天你看报纸 都叫什么新闻嘛 对不对 他们叫新闻 但是那些其实都不是新闻 但这些事情不像是神的 因为神的只要神才是神的 因为神的只要神才是神的 因为神的就是神的 神的就是神的 神的就是神的 那些报纸 那些新闻 你所谓的新闻 订阅一订阅之后 你都变旧了 变死了 但在神的闻 神的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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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新闻 电视新闻报道 你越听就越死 神的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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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神的彰显 没有神的荣耀 没有神的荣耀 有一天盼望 我们一打开 都是真正的新闻 在千年国度 还没有电视机 如果有电视机 第一台到最后一台 都是讲什么呢 讲基督 有没有神的 有没有神的 所以 所有的电视台 所有的电视台 大家只有兴趣是看 基督台 在电视台 在电视台 没有人 存在 做 做 没有神的灯 你们不要想 不可能 愿 愿你的荣耀 怎么样 彰显在这个地上 圣瓦 圣瓦 然后 我们就看见 神的目的 是要 人有他的形象 彰显他 有他的全品 代表他 这乃是在基督 这第二个人 并在 一个团体的心能 身上 得到完成 圣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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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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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基督是第二个人 也是末后的亚当 他来完成神的目的 他使神的名在地上成为核起的美 基督不只是他自己这个头 是来完成神的旨意 他也是借着他的身体 所以这里就看见他是头 造会是他的身体 这成为一个团体的新人 我们就看见这里当初神的计划 在亚当身上没有成就 但是在这个新人完成神的托付 以前我们是在亚当第一个人里 今天我们乃是在基督这个新人里 我们要来完成神的托付 是神的目的能够完成 完成 感谢主 这里说神创造的人是一个集合体 这是一幅图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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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当初神造这个人 是一个预表 是一幅图画 是一幅图画 真正的这个人实际 乃是这个新人 今天我们在新人里 我们有神的全品 我们要把神的国带回来 我们在新人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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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